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就過來South Surrey 準備我們一個新的Listing 快上升盤了 跟大家拍影片分享一下 我們在地區叫做Granville Corners 在South Surrey 這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一個地區 因為這裡以前大部份的土地 其實都是樹林 但現在已經一排一排 由168開始一路上去 大家看到全部都是一排一排的獨立屋 這個地區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很新鮮 有小一點的房子 有大一點的房子 主要都是獨立屋為主 附近的陸法馬路都做得很好 有足夠的停車位 也有很多樹 Gardining 我們今天看的那一間 和大家分享的Listing 就是這裡數過去第二間 是一個內街 在很內街的地區 就是這間1652521A 剛剛我們拍照師傅 做Fall Fan 各個師傅都進去了 所以稍後再進去 和大家看看裡面的一些設計 這間屋的房子 大約是2906呎左右 它分三層 上面那層 中間Mink Flora 還有一個Basement 每層800多呎左右 加起來 差不多是2560呎左右的室內面積 這邊有一條Sidewalk 可以走進來 這些好像不通 這些是煤氣錶 然後這一塊是冷氣機 什麼 這些不通 那邊通 我就是想看冷氣 然後這裡其中一邊Sidewalk 其實是不通到裡面的 都可以的 待會走進去 你想怎樣說 不要走進來 你不是說冷氣嗎 說吧 因為這間屋是有冷氣機的 這邊的冷氣 裡面全屋都有管 就排放冷氣出來 外面有一部分體 就放在這邊 這裡大家還看到 有一條Sidewalk 一個樓梯下去的 這個就是在Basement 獨立的出入口 就在下面 待會就和大家 在下面走出來看 然後這邊就進不去的房子 我們走另一邊 就有個 屋主做了一個梳水位 它這些是必須要的 是嗎 是呀 讓水流下來 就是飆遠一點 不要在下面沉積 是嗎 就是遠離的Fondation 哦 是的 倒了水過來 下面是泥土 OK 滲到泥土裡 好 這間屋的前面 是有一個Walkway 正門就是這邊進去 有一個小小的Porge位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多放兩張椅子 這個午後的太陽 都頗舒服 然後這裡就可以進去 我們看到因為這間屋有Basement 還有它是在斜坡上面 是一路有少少輕微向上斜 這兩個窗 這些好像天井的窗 都屬於這間屋的Basement 我們看看門口可不可以進去 這裡有一條繩可以拔 YES 我們這邊拔開了 其實已經可以來到屋的後院了 它的後院 大家看到有一個Cover Deck 這個上面也是有燈的 而且FINISH 都是WOOD FINISH Hello 師傅在裡面拍照 然後 這裡對出來 其實大家看到 它的屋裡面出來 就有一個Cover Deck 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BBQ 開Party 再出一點 就會是一個自己的草地 旁邊有SIDEWALK 可以向下向上走 也有門可以進入屋 這裡是DETECT GARRAGE 它是SIDE BY SIDE 雙車褲 其實你在後院的話 沒有什麼視頻 但是絲密度很高 在這個位置玩 就對著自己的車房的背後 這裡走幾級上去 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些門通常拔這些繩子 就可以出來了 這裡現在屋主放了垃圾桶 這個裡面 稍後給大家看看 就是雙車褲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石仔路的地方 是可以再拍多一部車的 所以總共可以拍三部車 都挺闊落的 好像旁邊的屋就拍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雙車褲 然後門口也有燈 好像這些位置 都是做了燈 還有有鏡頭的 屋主都比較重視Privacy 所以其實它全屋都WIRE了 整屋差不多有十幾個鏡頭 是有螢幕可以看到屋裏面 不同地方 好像旁邊的屋都拍了一部車 這條就是backlink 挺闊的backlink 即是大家如果住在這間屋的話 就會在開車上到backlink 就拍車進去 經過剛才的walkway 就進去 這間屋的area 其實是一個很家庭式的住宅 它們的屋都小小的 譬如大家看到這陣子也是 但是屋又可以起到很大 好像比起我同機仔的屋 屋超大7000呎 但是屋就只有2000呎 要很多很多功夫去維護 不斷剪草 這些你維護的功夫會少很多 這間屋是2019年 剛剛入住了兩年三年左右 所以2510的保養都在 而且新屋的話很多時候 都採用了哈利波之類的材料 所以它們是更耐用的 沒有木的外牆 你的樣貌有什麼事 不是啊 你不斷 不是,我還想說 你說 這舊屋有很多樹 通常有很多樹 新屋有很多樹 好像我們家的舊屋 比較多樹 我們家好少少 我也有 我們家後院有幾棵大樹 當然有 我媽媽的家就是櫻花樹 很多樹葉 我媽媽那天才投訴 今年雨水特別多 櫻花葉就黏在地上 弄不掉 櫻花是一貴貴的 這些才厲害 是這些 新屋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看上去 因為它是新屋 整個屋子 是把本身的樹林 都撞伏了 所以它沒有什麼樹木 變了掃樹葉的功夫少了很多 我們剛才從那間屋 16525走過來 一分鐘左右 向北走一點 已經是Edgewood的公園了 那邊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有很多小朋友在玩 一個很大的綠化地 所以 為何說這裡適合家庭式呢 新開發地區 就像這裡 Bird Mountain那些 這個好處 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無論是學校 校網 還是這些社區的公用設施 這邊就比較舒服 每一條街都很新正 電線也都大部分 藏在地上 所以你看上天 沒有那麼多雜筆的東西 又有街燈 又有做得很好的停車位 通常有很多很多公園 這間就是最近我們家屋的公園 讓我查一下校網是什麼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問 這間學校的校網是什麼 要怎樣檢查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可以去網路打 School Locator 然後打地區 譬如我們現在在Surie 打South Surie 或者Surie 然後就進去 有些時候它會自動出來 有些時候就要通過School Board 譬如你按進去之後 主要都是找School Locator 類似一個連結 就會帶你進去My Baraga的頁面 你認住這個頁面 有些時候它是Surie School 你是Bernabee 是Bernabee School 你是Richmond 是Richmond 我們今次的是21階 我們打21 等它出來 我們是A Avenue 我不是機器人 好了 找My School 我們剛才打機是街名 現在就屋的號碼 我們是16525 譬如這個 16525 就是Bernabee School 你按進去 它就會出來了 你的學校 for這個地址 16515-575 小學就是Edgewood Elementary 中學就是Granville Height Secondary 我們又看看中小學的地址 Granville Height 大概開車過去5分鐘 在這一邊 在我們的東北邊 如果大家想看Elementary 應該很近的 我記得 350公尺 Literally walking distance 6分鐘 這間屋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稍後會跟大家逐一步 就是它是一個 在技術上 很完整的一間屋 不可以不介紹給大家 屋主是一個 在 computer science 方面 電子技術特別厲害 所以當初在它 發展商建的這間屋 這個是新屋 一手賣入 當初發展商建的這間屋 它已經是沒有人看著 所以它有很多室內 當初未 close up drywall之前的照片 亦都在這間屋 還未建好的時候 已經加工了很多東西 令到這間屋 在網絡技術 和安全方面 是很完善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門口有很多 hard wiring security camera 這裡有兩盞 一個向前一個向後 前面對門口有 這邊也有 想法就是掃盲點之外 都可以避免很多 有些人 我們看到有些人 在門口偷東西 一隻手擋著一個鏡頭 拿走 就拍不到它 這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先說回屋的外觀 主要的材料 這些是石的decoration 木結構的house 上面的天花 都是一些木紋的材料 外面這些是哈利波 淺灰色 配合深色的石 這些柱白色是木 有幾年後就維護一下 屋頂有得清 這間屋 我們現在是ground floor 正門入 不是我們一樓 已經上了幾級樓梯 門口有這些門中設置 以及這些密碼鎖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密碼可以接觸到 所以就算屋主不在 你也可以設定密碼 給朋友進來拿東西 一進到門口 其實右手邊兩道門 就是書房的地方 書房對著前面 前面向南 所以這間房間採光會不錯 這些大玻璃窗 全部都可以開 這間是書房 沒有內置衣櫃 還有大家看到的門 都是磨砂的 很重的 但如果真的需要把它變成房 大家加個櫃也足夠的空間 現在擺了琴 除了前面向南 還有這邊三個窗上可以採光 樓底很高 主層的樓底差不多有10呎左右高度 看完書房 其實門口剛才進來這裡 門口進來的那一隻 然後這邊有一個Powder Room 四四方方 而且是有窗的 這個窗可以向上下開透風 有磨砂眼鏡 坐廁這邊有洗手盆 然後我們向主層空間進入 兩級樓梯這邊就是上樓 我們在這一層 先跟大家介紹客飯廳的空間 其實這間房子2560呎 每一層的面積都差不多800多呎 883至850呎左右 我們這一個就是L-shaped廚房 加一個Island 其實屋主還是在這裡住的 不過他們是很清潔的一類的人 所以他們知道要放房子出去買 清潔得很乾淨 還有他們說平時都基本上 每次用完都會盡量將它做到最清潔的狀態 我剛進來以為是新屋 是啊 我上次 我還聞到新屋的味道 我上次跟師傅Raymond 來team listing的時候 都叫做還有一些 小小的居住痕跡 即是有些水壺放在這裡 今次來到我以為去了那些新屋時份 因為沒有東西 爐頭也很乾淨 我手摸也沒有髒 然後這些櫃大概不停地看一看 因為始終在這裡住也不想我全開給大家看 這些也有裝了Dimmer 是把這裡大家看到這個Session Dimmer了 今天可以開回 我現在開回過晚一點 然後這邊這些全部都是大片的磚 櫃底也有燈 大家看到這裡一直到上面都是儲物空間 包括這邊 下面也是 焗爐其實他們基本上是不用大焗爐 因為他們平時在旁邊還有一個小焗爐 所以下面的使用率是零 然後這邊就是雙升盤 洗手盆也對著一個窗 就看看旁邊的屋 叫做有一點呼吸空間 洗碗碟機也是同一個品牌 上面這邊也有空間 雪櫃真的不可以開 他真的不想我開 他說當作新的一樣 拍給大家看 這個Janele就是雙門雪櫃 大家來到這邊已經看到這個螢幕 還有總共有1234 4、3、12個鏡頭 就是剛才我們家裡的門口 已經看到四個 現在還有就是它的旁邊 那些側面 這個是我們的後院後庭 這些是側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後門放垃圾桶的位置 還有車房等等 它全部都拍光 所以這間房子 基本上可以說是360度 沒有盲點 它也是做Hardwiring 大家看到它是穿牆 入線去做這個系統 來到這邊就是客廳的位置 客廳的話 我覺得感覺上也挺開闊 剛才它樓底高 還有這邊有幾個大的玻璃窗 其實這些是門 可以直接開出去後院 這個門應該都可以開 可以嗎 可以開了 即是說大家如果有朋友 因為剛才我們在後院的時候 都說了這一塊這麼私密的空間 還有一個這麼大 做得比較示正的水泥地 就很適合大家來開派對 加上這個是一個很家庭的房間 所以一定有朋友過來 變成你出入很方便 大家可以出出日入 可以開啤嚏 可以開啤嚏 這裡也有盒子 是預早給你建設裝電視 不過屋主就放在那裡 這個就是鋪了大的磚 這個磚是廚房磚的磚 這個是客廳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整個鍋 這邊就是客廳空間 旁邊這邊就是飯廳空間 現在放了一個書桌和小餐桌 大家如果想要放大一點的餐桌 其實在這書桌的話 就可以放大一點的餐桌 這邊還有一些小窗在上面 可以採光 然後這裡除了剛才的去校園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門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好像mud room的空間 以及櫃 這些全部都是到頂櫃 裡面有很多的 可以做一些收藏 大家進門口的時候 放三櫃前面有一個 後門都有一個 可以放很多雜物 而且還做了一個很好的組裝 我經常都想在家裏做這些 感覺上你回來換鞋 又可以坐在那裡 又有鞋架 又有一格格 這些很漂亮 上面還有一格 還有shelving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這一塊是什麼 好像U字的東西 其實是access point的室內網絡系統 簡單一點 我不是網絡專家 可能會說錯 就是屋主剛才說過 他在這間房子一直建立的時候 已經監視著他的進度 同時也在那些 drywall finish之前 有叫電工技術師傅 加入了全屋的不同地方的線 去連接這些裝置 這些access point 全屋總共有五個 就是中層 樓上樓下都有的 其實他主要的作用就是 就是確定整個房子 在任何一個角落的網速都足夠 因為其實我們住過house的朋友 甚至houn house 大家可能都會面對Wi-Fi的問題 我記得我跟機仔 從香港過來的時候 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當初還沒買房子 都已經在想 在香港住過七、八尺的condo 都已經覺得 這裡收得不太好 外面的廳收得比較好 如果去到這邊 就說houn house town house 樓上樓下 又basement 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 這個一直都是 大家想想辦法去解決的 甚至像我們家 其實因為沒有裝到hard wiring 都是用不同的 我們家裡的系統 是什麼系統 TP Link 我們那個是TP Link 但不是香港帶來幾條的 都是一個比較厲害的 那些沒用 我們買了幾個回來也沒用 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系統 但仍然有時候會脫掉 而且有些位置是知道收得不好 屋主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他當初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一早已經是全屋在不同地方 待會上到房間都還有 就是安裝了這些 access point system 他剛才說 每一個角落都至少可以確認 有300mAh左右的速度 然後我們看完這邊 看看Mud Room 這裡是後門進來 其實因為大家開車出入 都會在後面的車房 鎖了 都會在後面的車房 鎖好車 走這條walkway 全部都是一些樓梯和水泥地 走到這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門 跟剛才的後院門不同 這個是有得上鎖 有得用密碼鎖 有得去開關 還有這個也是連網 所以在手機上大家都會 access到 還有我現在每次開門關門 我絕對會有些聲音 是notify 有人開門 這樣 順便說完地板是light color scheme 其實這些材料都是engineer hardwood 然後到上房間 這邊就是地毯 大家可以看到 扶手是白色的 有些玻璃的Glass 有些扶手 這裡有一個窗 然後一路向上走 都是地毯的 地毯都是比較新色 有少少是soft的感覺 上面還有兩個窗 上到樓上其實挺開闊的 不是馬上走廊關門 它有一個細細的open space 這裡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甚至是放一張小桌子也可以 向著窗 這個位置比較開闊舒服 這個其實是房 不過現在的設定是類似書房 放了大大書桌和椅 但其實放了queeslice床足夠 兩邊窗 有個窗台 衣櫃是大的雙門衣� 我們帶它開一開 屋主說不開開closet 我們看完房間 這間房間用的是熱氣冷暖氣系統 所以是有冷氣又暖氣的 熱氣系統是比較省電的 然後我們看看旁邊這間房間 這個方向應該是向藍的 真的有些海景 有一滴水 因為我們上樓上的景觀 向藍越過這兩間房間的角度 看到遠方的樹 和水 雖然不是全海景豪宅 也算是有些東西看 不是光光 這邊也是大雙門衣� 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 這間是整齊的 大家看到它 不要看了 好了 這邊 住在這兩間房間的人 會分享這個客廁 這個位置也可以開燈 變得很光亮 因為有時候有些屋 尤其是舊一點的 在這位置沒有燈 就快要洗澡 很暗 然後這間房間的每一個洗手間 除了中層的空間 都是有新的 每一個新的 大家看到洗手間裡 有這樣的電掣 就知道了 其實它按了開 就可以調整溫度的高低 然後我們繼續看 過回來就是laundry room 這間房子是有laundry room的 而laundry room 也有窗可以開到 side by side的laundry 新的模特兒 LG 上面有一個放飲品的平面 可以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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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洗衣服 還有可以掛衣服 然後大家看到 這裡有一個好像洞 的圍琴了一塊板 其實這就是我們想的 Epic的access 很多時候大部分的屋 都是把這個access 很多時候都是放在衣櫃裡面 當初這間屋 原本都是這樣設計的 但後來就根據屋主的要求 就把它由主人房的closet 搬過來 原因主要就是 很簡單 大家都想到 就是不想將來上屋頂的時候 在衣櫃裡面帶了些塵 衣服也保護不了 好 來到這裡就會看到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屋形的高樓底 這裏應該是平面 差不多是九尺 是否最高 九尺半 對 差不多九尺半 最高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個都是 聲音系統 可以連網 連手機 播音樂 然後這裏就有窗 這窗是向北的 所以房間不會太曬太熱 也有窗台位 現在這床其實是很小的 相對來說 足夠 其實兩邊電鍵 可以放USB 中間的空間 應該是給你放 king size 洗手間的話 是一個 4 piece 它的特色 就是桌面很長 桌面空間很多 而且特意有做凹位 如果女士想在洗手間 放多把小椅子 用來化妝的話 也是可以的 鏡子很大 這個廁所也是有窗 不是黑刺 shower桌 比較長 也是一個可以拿下來 可以調節高度的花灑頭 還有按摩功能 大家看到有多鏡角出氣口 裡面也有鋪了磚 座椅在後面 一樣 有New Heat 另外這間房間 是有兩個closet 一邊是這裡 屋主紮了很多東西 不想我們全拍 但大家也會勉強看到 其中一個closet 除了做通之外 也有做一格格的層板 櫃桶 放東西會比較有效率 這邊還有一個closet 一樣 也有做假shelving 兩個walk-in closet 好 我們樓上就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落到下面那一層 現在這間房子 沒有做到出租單位 因為當初屋主不需要 樓梯底是一個機房 這個房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他家裡的幾個器材 Hot water tank 熱水爐 然後這個是Furnace 還有冷氣的器材 然後這個是中央吸塵系統 還有Network box 還有水鍵 我們看看 剛才樓上看了三間房 二樓 這邊還有一間睡房 很多電腦 這間睡房也有窗 但因為我們在床 所以窗是好像window well 同樣也有雙門衣櫃 然後我們去看看這一邊空出來 有一個full bath 這個洗手間的使用率更加低 但也有足夠的桌面空間 是浴缸加有花灑淋浴頭 來到這裡就是一個media room 一個大的好像media space 現在現行就這樣空氣 大家用來打拼音波玩一下 但如果下一手的業主想的話 其實他可以把它改造成一個sweet 他的廚房空間就是這一邊 因為他已經是當初建這間房子的時候 是拿了permit 是做了水管爐頭 但當然如果你要把它變成legal suite 你可以把牆裝這些東西 向市政府申報 這個地稅就會比較貴 當初有屋主覺得沒有需要 就沒有去加裝這一套的東西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照片 在洗手間的時候已經是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其實他全屋不同位置 在未finish drywall之前的照片 已經是有了 這些照片是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下一手或者之後而住 就是你這間房子如果想再加裝一些東西 或者哪個位置漏水或者怎樣 你很容易就會知道 它的管是怎樣安裝 你會很容易找回一些位置 後管、電線等等 這個feature是我覺得挺特別的 真的不是每間房子都可以有這麼齊齊的照片 這個是剛才的機房 就算新屋也不是每間房子都有 是屋主的特別要求才有 其實這些照片是很重要的 對於下手 你要知道這個位置 管是怎樣走 後面的木是放在哪裏 就算你在這裡要加裝一部電視 你也知道這裡有多少條木 很清晰知道 如果大家要起樓 都要自己拍一輯 和自己的房子 你就會很清楚它的框架 各方面是怎樣走的 剛才我們在說這個床 在這裡 這個窗就是那個窗 所以大家看到下面 其實有做了冷熱水喉 這個是電掣 這個已經沒有電掣 然後這裡 這條是電來的 不是 這條是排水喉 是排水喉 對 這個下面的白色的排水喉 就是排水喉 你的洗碗碟機Sink 可以在這裡 然後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把這個水喉 真的變成了 Legal水喉 因為它現在已經可以 是一個Legal水喉 因為它還沒安裝 你也要向政府說一說 有其他Legal水喉 的requirements都要做到 除了包括安裝爐頭 叉猴煙機之類之外 它那個 Cooling Fealing System 要割除主水喉 這個是防火安全等等 各方面的規限 然後在下面 就裝回Baseboard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那些水喉 也要符合標準 這個Cooling Fealing System 也有一個separate access 就是這裡 就是剛才我們在外面 拍照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Heat pump System 然後這裡 有一條樓梯 下來 也有一個去水位 這個位置 可以進來門口 也有它獨立的鎖 一樣 都是電子密碼鎖連網 這是樓梯底的空間 就是電子密碼鎖 即是電子密碼鎖 即是電子密碼鎖 這個基本上可以說 接近是商業級的 這些每一組的連接口 都是去連接全屋不同的插口 譬如說我們剛才有五個六個 插口 包括Basen也有一個 是額外的 然後電視的插口 再是分開兩組 供電視和供其他上網 除此之外 上面這個是Backup UPS 即是一個備用電源 就是萬一家裡停電的話 它也有一個備用電源 去供應網絡供應 對 這個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現在屋裡也放了一些雜物 你看見 車房裡面也有相機 車房外面也有 其實整個屋都有 所以安全性的話 這個屋就極高了 好 這裏開車過去幾分鐘 3、4分鐘 Walking distance 16分鐘 20分鐘 已經有兩個大摩 Granville corners 和Morgan Crossing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配套 吃東西的話 傳統的西餐Earls 飲咖啡Tim Houghton Starbucks 好像在這裏 超級市場的話 有Superstore 旁邊就是Walmart 你的格價買菜很方便 然後上到這邊 Home Depot 買一些家居 裝修 做家裡的東西 Winners就是買衣服 買雜筆 那些東西都有 現在再和大家 我們就實地去一個遠一點的Morgan 10分鐘以後可以駕駛到上去 它有一個新Given Food 就是元初的Self Service Store 我們就去那裏看看 因為我和機仔都好像沒有去過元初買菜 10分鐘 OK Let's go 我們來了這個元初 元初的英文名字叫Sun Given 看看 我們要不要推車 推車 真的好煩 看看 第一次 它都有自然的 我們看看它的自然的東西 是怎樣的 好 買一些牛油果 兩元一個 有機 不過大家知不知道 就算有沒有機也好 牛油果 受的農藥是最少的 為甚麼 因為它的皮 它的皮很厚 很硬 所以有農藥噴下去 它都可以抵受 很厲害 而且它的皮一定不會吃 蘋果可能會吃那些皮 大家如果真是很快念 很想吃中菜都有 它還寫中文字 當然看菜樣子都應該知道 不過它寫得很清楚 八菜味 它這些寫得很清楚 它說這個芥膽是墨西哥農場 72小時直供 墨西哥 我就是覺得這類菜哪來的 墨西哥 我全都是西哥種的 我幫你拍 有機番薯 我吃過有機和沒有機 差很遠 沒有機那些 你在Superstore買 這麼大隻 沒有味 這些小小粒 不過就 香點甜點 那我們就買完菜了 很快 我們買了15分鐘就完成了 買了這個青魚柳 這麼便宜 3.9 這麼便宜 你知道是誰嗎 那是青魚 哦青魚 對 這麼便宜 兩條 這個是挪威青魚 Harvers in Norway 就是在挪威那裡捉的 然後在中國做processing 然後就在那裡賣 它寫著野生做的 也挺便宜 我們平時怎麼吃呢 我們煎 煎 煎了也挺好吃的 它又便宜 又野生 不是現在很多魚都是養的 然後還有這個榴槤肉 機仔 我去廁所買29.9 這個最貴 這個是機仔喜歡吃榴槤的 好 你吃吧 這裡來溫哥華 沒有機會吃好的榴槤 看到這個好像挺新鮮 所以想試一下 拿著空運過來 金枕頭 先試一下 我慢慢吃榴槤味 好 怎麼樣 都OK 始終沒有香港的貓山 有些軟的臭 你看看 它都很有榴槤味 不過肉質沒有那麼軟 沒有香港的那麼軟 我覺得都OK OK的 之前在大統華買冰榴槤 完全不行 可能之前買些便宜 所以要買些貴的 可能才好吃些 它栗很小 很多肉 全部都在向著我 我覺得 啊 死電鞋 是一個地方來的 那這間屋的話 它是一些小尺寸的 你現在是開始拍的了 是啊 哦 我還隨便隨便 什麼 不開始嗎 那我要想想量一下位置 我覺得呢 還有打橫東西向就是20階 抱歉 不好意思 記憶太差了 你在說什麼 在說去商場 不用趕了 直接去吧 你趕了一大堆 也不知道你在趕哪裏 是嗎 OK 好 買完送回來才看屋 是啊 會不會太瘋了 沒事 走吧 你剛剛說師傅在拍照 買了送 這樣吧 那屋主會不會生氣 是啊 但是我怕屋主會不會生氣 你現在買送還是看屋 現在 哇 這裡拍到這麼多位置 你關門吧 我怎麼拍 行了不用了 又拍